來,這是六七一,我問老師這個紙斑病 剛才你已經看到了,這個紙斑病怎麼治 要用什麼藥 那包括呢,這個也是紙斑嗎? 不是,我們現在這陣子 這陣子我們可能好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蔥子 尤其蔥子、骨材、酸子 甚至百合 這陣子會有三種的 三種比較容易產生的一個病害 第一就是這個 這個紙斑病最多的紙斑病 一般來說,這個紙斑病 對著都是小妹 小妹的一個地方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 稍微咖啡色的一個病病 它會變成一個鄉頭尖 有時候會看到它的耐力 有一個淡紅色 或是粉紅粉紅 一般甚至會看到脂色 很多都會很容易去看到 所以我們有時候是 還沒看到脂色進行 很多人是比較容易去斷 但是它這個病斑同時 鋼的那個所在 它都比較容易 比較大大一點點 比較容易一開始 很快的很快就變成大大 在這個 蒼頭、骨材、腸啊、酸啊 這陣子都會對 所以這是這個基盤病 還有一種情形是這個 瘦病 瘦病 瘦病剛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會看到 剛才好頂點頂點 不過它會在那裡 瘦瘦 瘦病我們很多好朋友都比較容易 它會生生生生 它會瘦瘦瘦瘦 一般來說都看得到 這個瘦病 這陣子如果是濕冷的時候 它也很容易對到 正經大熱的時候就沒有瘦病 這陣子涼的 這個瘦病都很容易 這個蒼頭、骨材、酸啊 這一樣 這個時間 我們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 白瘦病 還是因為它的結菌合 所以叫做小麗菌合病 小麗菌合病是這個瘦 瘦瘦這隻它對著 對著它就由它中路 一爪下來 一爪下來 甚至有時候堵到瘦 整爪 那爪全部變白 我們分別的時候 就是這三項 我們稍微知道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為什麼要知道 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 白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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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有那麼多分別 因為你如果 一直給它動作 收病 一直給它動作 這個 動作羈斑來 並說你收病 跟羈斑的餘子差不多 差不多 都搖割料 並說你用這個 非克力 還是說 三佛民 亞托民 百克民 三太龍 這類的 非克力和三太龍 其實普克拉蒙 這怎麼可以 這是沒有推薦 這類的一個 收病這類的藥 一般我們有的就是用文庫 很感文庫 很理想 但是這個羈斑 羈斑你用這些藥 來轉加減就有效 但是如果說 沒有說太嚴重 我們就用勢力一本清 所以通常 這個羈斑的病 跟收病的這個藥 差不多都 你可以動作是兩項 動作一項來做處理 一般都控制掉 當然你如果是做巴 不會說這羈斑 就以普通 跟勢力一本清 一般這樣就都抵掉 還有一個情形 就是說這個白鑑病 白鑑病通常 就不一樣的用藥 這個福多寧 撲滅寧 這大概大克爛 這大概我們在用的這個藥 這白鑑病 有的是說用這個醫普通 留要有效 但是他通常 白鑑病要留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他必須 他的用藥 或是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我們是用這種概念 來和好朋友 你幫他提醒一下 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通常是這種 我都會建議說 尤其現在可能冷就沒要緊 冷這陣子 可能就 應該這樣抓 就沒什麼要緊 但是如果是比較慢一點 有溫度 有差不多 過二十度 白鑑那一陣 那是還有這個 因為有時候那一陣 溫度變化更大 再來就 這個細菌性的這個瓶 就更容易抓起來 這個溫度通常 要超過二十五度的時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時候 如果沒有超過二十五度 細菌性的這個藥就不用擦 所以 到時候我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你在用藥的時候 稍微來幫他注意一下 所以我會建議說 這個 雞鑑跟瓶 做那些藥 還有加一支這個 百貫的這個藥 我們在說的這個白鑑病 就是小利菌合病 因為白鑑 剛開始你會看到白鑑 但是看白鑑的時候 那張藥包四的 不可以 在藥管上就已經抓到了 你會看到 他如果是一大 然後中路 一條藥下來 整爪下來 都是這個紅皮超大 這你就差不多 可以知道說 應該就是這個白鑑病 有的好朋友說 藥病 藥病 其實這個藥病 在這陣子也很容易 來解決三星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在傳的藥 變成像雅脫民 雅脫民的這個藥 麥角醇合成抑制的 一種類似這些藥 我們同時像雅脫民 這個藥 我們就有 一般都有這種 防治上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來說 類似 類似這些藥 都有相差不多的 這種作用 所以同時 都會有一個 還蠻有用的 預防和治療 所以你先知道 這樣就好了 一月一日開始 只要有網路 就可以聽我們的電台 農業的電台 神農廣播電台 怎麼聽 請上網搜尋 神農廣播電台 網站上有完整的圖文教學 或者是打電話到 0963-815-257-05-632-3469-找阿輝 預約一對一的教學時間